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间歇性排气压力控制阀壁是什么意思 这种通用的动力总成 发动机诊断故障代码通常适用于柴油发动机 包括但不限于某些福特 道奇 梅赛德斯 日产和大众汽车 该规范也适用于配备柴油发动机和经销商安装的排气制动器的卡车 在排气气管之后的排气流中放置一个阀 以在排气中产生被压形式的热量 该热量和或被压可用于协助冷启动预热 它也可以用来抵抗来自排气中来自发动机气缸的气缸压力 从而减慢发动机的行驶速度并降低车辆的行驶速度 这在牵引操作期间特别有用 该代码严格考虑在正常行驶期间来自排气压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与进气气管压力或环境空气压力不匹配 根据车辆制造商的不同 这可能是机械故障或电路故障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因制造商排气被压控制的类型以及控制电磁阀的电线颜色而异 请参阅车辆特定的维修手册 以确定在您的特殊情况下哪个是必法 症状P04A3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点亮故障指示灯 没有动力不足发动机制动部足比正常的发动机 冷机预热时间长潜在的P04A3原因 设置此代码的典型原因是排气气管制压力传感器排气系统 进气口增压空气泄漏排气压力传感器的接地回路中的间歇性断开 排气压力传感器与PCM动力总成控制模块之间的信号 回路中的间歇性断开排气压力传感器的信号 电路排气压力传感器可能是涡轮增压器增压过大 PCM可能出现故障即不可能 诊断和维修程序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搜索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车辆制造商可能会提供PCM闪存 重新编程来解决此问题 在您发现自己走了很长错误的道路之前 请务必对此进行检查 PCM等于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接下来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B排气压力传感器 找到后断开将传感器连接到排气气管的管 尝试通过它 如果无法连接 请尝试用一小段电线穿过其中 以清除残留在其中的碳 从而导致您遇到的故障代码 如果管道是干净且自由的 则目视检查连接器和界线 寻找擦伤 摩擦 裸线 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 拉开连接器 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 金属零件 看看它们看起来像是被腐蚀 烧焦或可能是绿色 而不是您通常会看到的普通金属颜色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 则可以在任何零件商店中购买一些电器触点清洁剂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请找一些91%的外用酒精擦拭 然后用清塑料印毛刷进行清洁 然后让它们风干 得到一些绝缘的硅束之化合物 它们用于灯泡插座和火花塞电线的东西 然后将它们放在端子接触的地方 如果您使用扫描工具 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 然后查看该代码是否返回 如果不是 则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 如果该代码确实返回 则需要验证涡轮增压器增压操作是否正确 您将需要一个可以读取涡轮增压器增压压力的扫描工具 您可能需要注意进气气管压力 因为这将提供相同的信息 请注意要是开启时的压力 但要关闭引擎 启动引擎后 以安全速度驾驶车辆 然后立即将引擎加速至全开油门 以确保引擎RPM不超过2500到3000RPM 您应该注意至少18赛的变化 可能更多取决于车辆制造商和车辆制造年份 如果此测试通过 或者您无法检查涡轮增压器生压 我们将需要测试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 通常 排气压力传感器上有三条导线 断开连接至排气压力传感器的线数 使用数字福特欧母表 DVAM测试连接到传感器的 5V电源电路 以确保其已通电 红色引线连接到5V电源电路 黑色引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 如果传感器上有12伏 而应该有5伏 则修理从PCM到传感器的接线 使其短至12伏 或者可能是PCM损坏 如果可以 请使用DVAM检查 并确保排气压力传感器信号电路上有5V 红色引至传感器信号电路 黑色引出接地 如果传感器上没有5伏电压 或者传感器上没有12伏电压 则维修从PCM到传感器的布线 或者再次修复可能损坏的PCM 如果可以 请检查并确保排气压力传感器接地良好 将测试灯连接至12V电池正级红色端子 并将测试灯的另一端接触接地电路 该电路将与排气压力传感器电路接地 如果测试灯不亮 则表明电路有问题 如果它确实点亮 请摆动连接到每个端子的线数 以查看测试灯是否闪烁 表明连接是间歇性的 如果到目前为止所有测试均已通过 并且您仍然获得P04A3代码 请在观察扫描工具的同时尝试摆动传感器线数 以查看代码是否返回 如果是这样 则很可能表明线数中的连接是间歇性的 如果不是 这很可能表明排气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 尽管在更换传感器之前 不能排除排气门压力控制法卡住 或PCM故障的可能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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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